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CNN公布最新民调 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优势缩小 特朗普声望提高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距离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6个月的时间 民调显示民主党的优势正在缩小 而特朗普的声望有所提高 此势头如果延续下去 民主党11月份将面临严重考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 目前47%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支持自己所在地区的民主党 44%表示了对共和党的支持 民主党在普选中的优势从2月的16%降至3月的6% 截至目前其优势仅领先共和党3% 民主党在积极选民中的优势也有所削减 而共和党在积极选民中的支持率则增加了8个百分点 对于反对特朗普和支持特朗普这两个选项 比率分别为48%比43% 相较于1月的统计数据53%比41% 差距有所减少 美国的中期选举通常被认为是对现任总统两年执政的检验 民调结果发现10人中有6人赞同特朗普 正在通过解决重大问题让国家变得更好 总统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总体看来特朗普的支持率稳定在41% 另据CNN报道 印第安纳州、俄亥俄州、西维基尼亚及北卡罗莱纳州近日举行的共和党初选 开票结果显示 胜选者大多是支持特朗普政策的候选人 特朗普在推特发文写道 这些共和党人士在初选日度过伟大的一夜 期望接下来再接再历 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面对民主党对手时 齐开得胜 CNN报道说 在共和党初选中 赢家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 麦康诺被认为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